带动地方阅读的文化风气 苗栗公馆国小获得了教育部及县政府 共计400万元的经费补助 将老旧的图书室整修成为社区共读站 历经三个多月终于完工 在地方士绅还有贵宾见证下设欢喜揭牌 也象征着喜乐馆正式启用 建校120周年的公馆国小 民国82年获得地方士绅慷慨捐赠 打造生辉图书室 使用至今将近30年 部分设备已老旧 为了圣根教育提升校园阅读氛围 历经多位校长的努力 以及中央县府经费益助 顺利在今年完成既有空间改善 成为苗栗县第30所社区共读站 我们今天张真祥校长显慷离 我们罗老师丘校长中校长 第一任的校长都回来学校 你们的走过的足迹对这个学校的贡献 真的应验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从早期的我们邱老师到我们的江真祥校长的 那个升辉馆一直到今天我们张校长的 我们的喜乐馆 社区共读站由老师票选取名为喜乐馆 象征透过阅读倾听世界声音 以开心喜乐心灵汲取书籍知识 另外建物设计规划上 外观及内部不仅融入学校音乐班 以及国乐团的特色 也运用红绿色系跳色 呈现公馆特产红枣的意象 我们大概有三间多的教室 那里面长数大概有一万六千尺 那整个环境看起来就像在成品一样 是令人家非常高兴 长阳在这个整个阅读的空间里面 那我背后这一片 它的上面是一个音符 那下面是一块就是大草原区 那意思就是说 孩子长阳在大草原区里面去阅读 去享受他的一个人生 期待每个管小的孩子 在这样一个阅读的环境之下 能够更上车楼 能够透过阅读来超越自己 三 二 一 接牌 与会贵宾共同接牌 象征喜乐馆正式启用 感谢校友也是科技企业家宋盛颖 捐赠十万元 提供师生采购书籍 校方特别回赠感谢状 期望师生及社区民众 在多样化的空间里 实践全民阅读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